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香港對今天天理比昨天來說很專注 多一點陽光、趙月都減少 不過從雷達的影像可以見到 其實今天在外附近仍有雨區的發展 不過主要的雨區都集中在我們西面的地區 看看氣氛方面 今天高溫在市區是31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29至32度 特別是斜落角 今天高溫有33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見到 首先看看日本南面海域的地區 其實有一個雲團 這個雲團是跟一個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有關 我們預計白海豚會繼續採取一個偏北方面移動 在未來一兩天會移向日本本州一帶 看看華南沿岸地區附近的雲量今天都比較少 主要的雲量都集中在我們西面的地區 所以我們今天都可以見到一些陽光 從天氣圖上見到 我們現時受著一股偏東氣流影響 所以預計明天的天氣方面會有陽光 不過也有些趙雨 不過在未來幾天我們預計會受到一股微弱的東北孝陸風影響 所以早上的天氣會稍微量一些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而是將會大致多雲明天有幾陣趙雨 早上各部地區會有雷暴 下午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氣溫方面將會介乎27至32度 風方面吹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明晚會漸轉吹微風 展望看最後一兩天短暫時間有陽光 也有幾陣趙雨 在星期五早上天氣會稍微量一些 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再見